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,朋友解析,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上 今天是1月18号,星期一,我是Eric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澳洲股市的表现 首先来跟进一下Afterpay的表现 ABT开盘后冲上140的历史高点,然后逐步回调到了130左右 至于今天的大盘走势,今天AXS200收低,下跌了0.76%到了6664点 但是领涨的ProMaticus表现依旧强劲 股票代码PME,这是一家基本面非常强劲的公司 PE值达到了165.3 他们今天上涨了3.88,收涨到了42.07刀 PME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有着超过平均值的交易量了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家股票的走势 今天跌幅最大的是QB1,下跌了5个百分点,收跌在了8.14 外汇方面,今天美元依旧保持相对强势 恒果美元指数目前是90.847 而澳元兑美元则再次下滩到了0.768左右的支撑 贵金属市场,今天黄金在日渐期间有一波小反弹 从1809以下的位置上调回到了1830左右 白银的走势与黄金类似,目前价格在24.9美元左右 本周重点事件,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 因为马丁路德金假期的缘故 美国的债券及股票市场在当地时间的周一将会修饰 今天大事件的主角是中国 中国第四季度GDP增速是6.5%,相较于第三季度的4.9%,高出了1.6% 而2020全年的增速是2.3%,GDP总量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100万亿 可以说在疫情下的世界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预计占世界经济总占比的17% 人均GDP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 进入中等天上收入国家行列 而高收入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也不断缩小 受这些利好消息的影响 A5里今天就有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 首先我们的内容,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GoldMarketsAU2或者GoldMarketsAU3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291880418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